- 年輕人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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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討論一個問題囉 - 如果我們有情緒 - 有情緒的時候大家是不是會排解情緒啊 - 調適情緒啊 - 你們都用什麼方法 - 可能跟朋友去唱歌或是聊天抱怨 - 罵一下指導教授啊 - 罵一下老闆啊 罵一下老天爺 講出來 那圓圓呢? 我喜歡自己多起來吃甜食 不要不好意思喔 很多女生用這個方法 心情不好吃什麼東西? 巧克力喔 很多人心情不好吃巧克力吃甜食 甚至有人就大吃大喝 不過以圓圓的身材 看起來應該還不至於大吃大喝 吃一點甜食 讓自己好過一點 好 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都有很多 調適自己情緒的方法 那我們無非是讓這些 所謂的負向的情緒能夠緩和一點 讓自己不要那麼不舒服 那這是我們有調適自己情緒的方法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一個 就是說有情緒 情緒可不可以拿來用 可不可以讓自己生活過得更好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這個情緒你覺得它就是負向情緒 你就把它排解掉就好 那是OK的 但是呢 我今天要跟各位提的是 你能不能善用這個情緒 讓自己生活過得更好 那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常愛開玩笑就是說 很多人心情不好 就去逛街逛王街 以後就喝下午茶 下午茶我問你們好 下午茶的時候通常 一般來說女生多還是男生多 喝下午茶 女生 女生多 好 女生喝下午茶 你們覺得女生喝下午茶的時候 都在罵誰 第一名罵誰 男朋友 你年輕就是罵男朋友 結了婚了就是罵老公 對不對 OK 那你們覺得這樣 在喝下午茶的時候 這樣子罵來罵去 有什麼好處 一個情緒的抒發 OK OK 抒一口怨氣 就罵一罵 以後就會舒服一點 這我們叫做宣洩 在心理治療裡面這叫宣洩 就是把寓在胸口的 悶在胸口的這個負向情緒 你也講出來 罵一罵 這是一個宣洩 那 這個人罵老公 那個人罵小孩 這個人罵老闆 罵完一圈 其實齁 就會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什麼呢 大家日子都過得 很苦 也就是說 好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就發現說 我家的經有沒有比別人家的經難念 差不多 也就是說 原來大家表面上都很光鮮 都好像過得很好 尤其是FB上 PO的都是什麼 去哪裡玩 吃什麼好吃的 都PO了一些很美好的東西 好像大家日子都過得很好 其實大家都在念自己家裡的經 所以喝下午茶的時候 大家都罵完以後就會發現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好 那如果這樣子罵完以後 比如說 好 罵老公的 喝下午茶的時候罵完老公以後 回家有沒有繼續服侍老公 他可能回家 重複同樣的事情 繼續服侍老公 所以呢 下次要不要來繼續罵 那就要繼續罵 OK 所以好像宣洩 它是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問題沒有改變的話 那這個事情 周而復始的發生 它就要周而復始的宣洩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能就要花很多錢去買東西囉 喝很多的下午茶 但是這個事情是沒有被改變 所以在這裡其實我要跟各位提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當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有一個難過生氣的情緒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機會把它變成一個好事 讓這個事情變得更好 那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如果你知道你想要做些什麼 對你更好的話 你趕快去跟人家說 能不能讓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呢 可以透過你去跟別人溝通 跟互動之後呢 改變你現在的一個生活的狀況 那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我們中國傳統的老媽媽 一輩子還心如苦養小孩 OK 小孩養大了之後呢 各忙各的 因為小孩養得夠好的話 都飛得很遠 都不在身邊 OK 你多久回家一趟 兩三個禮拜 OK 那有些孩子是兩三個月 甚至兩三年不回家的 那這個老媽媽 一輩子還心如苦把孩子養大了 那忽然覺得很寂寞 即便她過生日的時候 孩子都不聞不問 所以她很難過又很生氣 那她可以跟我抱怨 我聽完她的抱怨之後 我直接問她一個問題說 那妳希望什麼 妳希望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改變嗎 妳猜這個媽媽希望什麼 希望有小孩回來陪她 當然啊 她當然希望孩子回來陪她 但是因為孩子沒有回來 所以她來抱怨 那圓圓圓我問妳 她除了抱怨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選擇 就打個電話 看有沒有人要回來 That's good 這個孩子的成就都很好 所以這個媽媽的經濟條件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她就直接說 OK 我什麼時候過孫日 我邀請你們回家吃飯 媽媽請客 孩子回不回來 回來了 全部都回來了 OK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不需要留在抱怨 不需要留在情緒的跳針裡面 這麼簡單 打通電話 就有一個Happy Ending了 是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 留在一個情緒的跳針裡面 還不如去做一些改變 讓事情變得更好 OK 那另外我也 常常取笑自己 就是 我是一個大學教授 忙碌的大學教授 我的學生們都很愛笑我 就是 我不太會煮飯 身為這樣子的媽媽 有時候 會覺得蠻難過的 就是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 吃得好一點 我的孩子 我也希望我可以給他們 煮一個好吃的飯菜 但是我能力不夠 所以呢 我可以選擇一隻責備自己 說翁家英 你這個笨蛋媽媽 你都不會煮飯 你沒有辦法照顧好孩子 當我這樣子想的話 我的情緒會如何 會很低落 Yeah So sad OK 好 我的情緒會很低落 So I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我就做了一個不同的事情 有一點 有一點瘋狂 因為我們鄰居有一位媽媽 廚藝很好 她也很疼我的孩子 我就去敲她的門 她說我請你幫一個忙 嗯 你如果覺得我太過分 你就不要理我 如果你覺得OK 我想拜託你一個禮拜幫我煮一鍋熱湯 結果她答應了嗎 會吧 她真的是一個天使耶 她就是我們家的熱湯天使 結果她就答應了 然後每個禮拜幫我煮一鍋熱湯 那如果有這鍋熱湯 那煮飯按個電鍋很簡單 再炒兩個菜就OK了 也就是說 我從一個很困難的一個處境開始 然後我努力的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現在開始已經可以為孩子做一些 簡單的飯菜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就不需要留在自責低落 責備自己的狀態 因為責備自己 我還是沒有湯喝OK 還是沒有飯菜吃 所以從一個負向的低落難過的情緒出發 去想說那你到底要怎樣 你希望怎麼樣子 那就去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 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